你们知道吗?目前全世界最成功的 D-Segment Sedan 就是 Toyota Camry 然后为了延续这个品牌这个车款的竞争力呢 原厂在之前终于推出了全新一代的 Toyota Camry 它的代号是 XV80 今天我们的影片我们就来讲讲这个 D-Segment 之王呢 它到底改变了什么东西 然后在影片的开始之前呢 请大家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一下啦 我相信大家应该时常会听到有人讲就是这个 Sedan 的 Market 越来越小 Sedan 要死了以后是 SUV 的天下 但是 Camry 这款车呢它还是一个传奇啦 我们单单以 2022 年的数据呢 Camry 在全世界卖出了超过 60 万台 这个 60 万台的销售成绩差不多等于马来西亚一整年的汽车销售 所以可以看出 Camry 还是非常的受欢迎的 不过呢 目前马来西亚还买的到 Camry 是在 2017 年年初的时候发布 所以算算一下也有六年的时间了 所以在不久前 Toyota 正式发布了这个第九代的 Toyota Camry 它的开发代号是 XV80 那么这款车跟之前车型有什么不一样呢 其实根据官方讲到呢 它们采用的平台其实是一样的 也就是 TNGA 的 GAK 不过刚才我去进行这个资料收集的时候 我发现到它们还是有一点点不一样的 例如讲呢 旧一代的 Camry 它的车身轴距是 2820mm 可是到了 XV80 呢 它就变成了 2825mm 稍微增长了一点点 然后剩下不一样的地方呢 就是原厂针对了这个悬吊跟避震器等速进行了升级 就是讲 全新一代的 Camry 除了它的操控表现 会比起 XV70 更好之外 它的舒适性也会大大的提升 如果你是这个开过 XV70 的朋友 或者你是 XV70 的车主呢 你就会知道哦 这一款车的操控表现跟之前的 Camry 比哦 真的是天差地别 但是全新一代的车型呢 它会进化更多 所以我也非常期待这个全新一代 Camry 会有怎样的表现 虽然讲它们采用的平台还是一样的啦 但是呢 它们在外观设计的部分还是有很大的差别 全新一代的 Toyota Camry 呢 采用了这个很像 Ferrari 的 Polo Sangre 的外观设计 当然大家可能会讲 嗯 这个可能是 Toyota 借鉴 Ferrari 的车啦 但是其实你看回它们在 2021 年的发布会呢 它们的车款呢 大量的概念车已经采用了这样子的外观设计了 所以可能这就是英雄所见列统啦 所以它们的外观设计都很类似 而且重点是都很好看 全新一代 Toyota Camry 确实有一个很前卫的外观设计 真的是完全摔脱了以前那个 Uncle 车的这个印象啦 当然我最喜欢的就是它的尾灯珠 因为它的尾灯珠有一个 C 型的 LED 灯 看起来呢非常的有辨识度 所以这款车的外观设计 给你的话你会打几分 我的话我可能满分十分我打它八分啦 然后内装的设计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 因为这一次它的内装设计呢 分别分为了中国版还有北美版本 我们先来讲北美版本 北美版本呢就采用了 Toyota 的这个甲族设计 就跟这个 Toyota Crown 非常的类似 中间有一个比较大的触屏主机 然后全数位化的仪表 連 Steering 都跟这个 Crown 是一模一样的 然后这个触屏主机内建的系统呢 跟 Lexus 也非常的接近啦 可以显示的功能很多 然后也支援这个无线的 Android Auto 跟 Apple CarPlay 等等 甚至还有 OTA 升级 这个内装其实我觉得相比起外观设计啦 就没有那么出色 可是当我们看回中国版的这个内装设计的话 你会非常的惊艳 因为中国版的内装设计跟北美版呢 相比他们进行了一些微调 我觉得这样子的设计是更为主流的设计 然后重点是因为中国的市场呢 他们很在意这个智能车机 因此呢这一次智能车机的系统呢 Camry 中国版也跟北美版不一样 然后还有一个重点就是中国版本的Camry 它的处理器采用了Snapdragon 提供的 8155 处理器 这个 8155 处理器是什么 Level 呢? 我这样子讲啦 就之前这个 Lotus 在马来西亚发布的这个 Electract 电动 SUV 呢 它也是主打智能化 它采用的处理器也是 8155 也就是讲这一次这个 Camry 呢 它的这个处理效果非常的强大 然后重点是中国媒体也有现场测试啦 他们也表示这个系统非常的流畅 然后当然这个中国版本的 Camry 它的系统也内建了很多中国专属的软件啦 例如讲有这个快手 有这个抖音 有这个爱奇艺 因为在中国市场呢 他们是可以在这个车机里面看戏的 那么在马来西亚可不可以? 有两点 马来西亚的法规是不允许开车的时候看戏 然后第二点就是 Copylight 因此这些功能是不会在马来西亚出现的啦 可是我觉得 那么 IT 大神那么多 可能他们以后有办法在马来西亚版本的Camry 然后给它Jailbreak一下 然后安装这些软件 你讲是不是呢? 在引擎的部分呢 北美版本跟中国版本也是有很大的差别 在北美市场呢 他们只提供了一个引擎配置 也就是2.5公升的这个混合动力引擎 但是分为前轮驱动跟全轮驱动 前轮驱动版本呢 跟上一代一样 最大马力表现是225hp 至于这个全轮驱动呢 因为它的后轴多了一个电机 你没有听错它的后轴还有个电机 它是用双电机实现全轮驱动系统 所以它的最大马力表现呢 提升到了232hp 这个表现我觉得还不错啦 但是比较可惜的就是 目前还没有这个涡轮版Camry的消息 不过有消息指出呢 这个Camry在未来会推出一个GR版本车型 会采用跟这个Lexus RX 500hp 一样的 2.4公升涡轮混合动力引擎 这个表现我还是蛮期待的 所以就看到会不会真的推出啦 相比起北美版本呢 中国版本的引擎配置就丰富多了 它们除了有一个2.0公升的 这个入门自然进气版本之外呢 还有一个2.0公升的混合动力版本 另外也有2.5公升的混合动力版本 不过暂时官方是没有公布它的引擎数据 可是我们可以拿这个国外的车款进行参考 它的这个动力表现应该不错 单单是这个2.0公升的混合动力版本呢 应该就有186hp的境界了 如果放在Camry上面 我觉得动力表现也是非常出色啦 重点在于东南亚版本会怎样 在目前是有一个传闻指出啦 东南亚版本的这个Toyota Camry呢 会在2024年发布 然后东南亚版本会遵循这个中国版本 也就是讲我们的内装跟外观设计 会跟中国版本一样 我个人预计呢 因为在2024年的年末呢 会有这个吉隆坡国际车厂CLIMS的举办 所以UNW Toyota 很有可能会在这个车展上面 发布全新一代的Camry 就跟上一代车型一样 跟大家讲一下上一代的Camry 也是在CLIMS上面发布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车展可能对Camry来讲 会有一个特别的意义啦 所以大家会不会期待看到这一款车呢 影片到下面留言给我们知道啦 好啦以上就是我们这期影片的内容啦 喜不喜欢全新一代Camry 给我们知道 然后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一下 我们下一次的节目再见 拜拜